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用独白的方式陪伴您在每周四的夜晚 今天是11月3日 本周日将迎来冬令时 这意味着波士顿的深秋快要接近尾声了 新英格兰地区还没来得起看红叶的朋友 可以赶上最后一波 也许再过些日子波士顿就要迎来第一场雪 相信常年在波士顿地区居住的朋友们 早已习惯这样的秋冬气候 随着11月的到来 加州这边也已进入深秋 但这边的深秋就别具一格了 倘若您从1号公路的北边往南开 您能感觉像是从深秋又回到了盛夏 上个周末 我从旧金山湾区去到了圣地亚哥探访好友 短短几日的旅途 就能感受到南加州和北加州在气候和人文风情上的迥异 圣地亚哥是加州西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 因着极好的气候和众多的旅游景点深得喜爱旅游的人们的青睐 在这里你能看到许多西班牙和墨西哥层执政时期留下的历史遗址 如圣地亚哥传道院 圣地亚哥古城州立历史公园 此外 每年11月的圣地亚哥啤酒州 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黄欢 圣地亚哥也因此被称为美国的公益啤酒之都 这是我第一次探访圣地亚哥 好友特别带我来到了当地著名的巴尔伯亚公园 这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文化公园 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片绿洲 园内拥有15个不同的博物馆 涉及航空航天 体育 美术 民间艺术 历史和恐龙等主体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里面馆藏了很多画家的作品 比如毕加索的名画 后来我们一路沿着西班牙式风格的建筑物 去到了一片植物园 园内不仅有加州极具特色的多肉植物群 还有成千上万朵玫瑰花 通常玫瑰花的花期是从每年的4月至9月 可因着圣地亚哥的气候 这儿的玫瑰花能盛放到11月 您能看到许多过来游玩的人们 都会带上食物坐在草坪上 一边闻着各式各样的玫瑰花香 一边感受圣地亚哥仍有剩下气息的深秋 这一次我与好友在圣地亚哥会面实属不易 好友过去生活在美国新泽西州 也是今年搬来的加州 我们上一次畅所预言还是2019年的秋天 当时我们都住在波士顿地区 一转眼疫情都快三年了 在重逢的时候 他也已经结了婚 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科鸡 平日他经常带着爱犬去附近一个叫 拉虎亚的地方散步 我这次也随他一同去到这个浪漫的海滨城镇 刚到拉虎亚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停在路边的餐车 只要见到狗狗们 小商贩便会主动拿出几片狗狗的食物免费赠予 如果狗狗的主人忘记带水 他们也会给他们的爱犬一大杯水 后来我们走的地方多了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路边的餐车上 就连一些咖啡馆也都主动给狗狗们准备食物和水 好友和我说 加州这边的很多商店都可以带狗狗们一起进入 他说他的小客机最爱逛杂货店 尤其看到自己喜欢的糖果和玩具 就停在那看好半天 这宠物狗有时真是像极了淘气小孩 后来天色渐暗 我们慢慢往家走 好友一边走一边同我谈及 他与狗狗的一些故事 他同我说 他曾经在美东地区的一个流浪狗收容所做过一阵子异工 在做异工期间 他见到了许多被遗弃的流浪狗 他们中的有一些 刚进收容所的时候 身上还带有伤 还有一些狗狗则是心里出了问题 比如听见一些特别的声音 就会立刻出现应激反应 甚至狂吼 而在收容所的这些义工一方面要安抚这些突然狂叫的流浪狗 因为可能一只狗狂叫 整个收容所的其他狗狗们也会跟着狂叫 同时义工们还要想办法减少那些刚刚进到收容所 打算收留这些可怜的流浪狗的人们不会因惊吓而不收留他们了 我听到这的时候都觉得有些沉重的喘不过气来 原来流浪狗收容所的工作这样艰巨和繁琐 这些宠物狗们本应该都有自己舒适的居所 在这里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 呼吁大家不要随意丢弃自己的宠物犬 也鼓励正打算去收容所收留流浪狗的朋友们 不要轻易放弃那些你们一眼看中 但当时些许正身心受伤的可爱的狗狗们 其实提到流浪狗也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自己家附近的一个故事 记得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春天 我正好在湖南长沙 我家附近的楼下也有一只流浪狗 大家都叫它小白 我偶尔看见它会从楼下不起眼的小路旁觅食 我母亲是怕狗的人 但每次见到小白都身心怜悯 也会特意跑去旁边的商店给它买几根火腿肠 但在不久的某个夜晚 这只狗突然就不见了 后来再也没见着 再后来我听说它们是找到了 但发现已经死了 因为它当时难产 我听见这个噩耗连着好几日都难以消化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 这只狗当时已经怀孕了 后来为了纪念这只小狗 我写了一首诗 名叫《小白死了》 第二年收录在了我的诗集 梦中流逝的时光里 昨夜 它难产 人们在梦里寻欢 我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后来 它柔软的狗爪 被大雨印在暗蓝的夜空 连云彩也建成灰白 人们似乎忘记这一夜 暴雨倾盆 窗外躲着一只若隐若现 从不说话 已没有太多表情的小白 在死的时候 只是两声惨叫 便上了天堂 而我 一棵永远无法游走的树 多么羡慕它这 即使难缠 也丝毫不怨人的忠诚狗子 我的不满 停在它触不可及的水影 它的回声 仍在我的枝头低鸣 就像大地刚复苏 鸟儿来到我的身旁 轻盈 它痛苦的消亡 盖过了我头顶 这叽叽喳喳的狂欢 而上帝又盖过了 它的金黄 所以它只是惨叫两声 就上了天堂 宛若水中的树影 和倒影里无声的波澜 任风轻柔的 呼唤 亲爱的听众朋友 希望这首诗能让您感受到 即使这些可爱的小狗们 已经逝去了 它们的灵魂 仍在天堂微笑 也愿这首诗能慰藉那些曾经失去过爱犬的人们 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机会 呼吁大家能善待身边的猫猫狗狗 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考虑去收容所收养 一只被遗异的小动物 也请不要因为它们暂时的身心受伤而放弃领养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希望您在下班的路上 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一丝共鸣 有一些感触 波士顿的夜幕随着11月的到来提早降临 但只要新是充满希望的 不管夜幕多么让人恐慌 我们的日子都是有奔头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秋夜独白 我是主播西贝 下周四的夜晚 波士顿中文广播电视台 慢生活文化类节目 瓦尔登湖随谈第二季秋夜独白 我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